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华一加薪2.5%追溯至今年的4月1号 政府明天将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 争取本月或立法会财委会通过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相信公务员会理解政府的决定 不担心这次调整会打击时期 为应对野猪滋扰问题 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 建议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将禁卫区扩展至全港并提高罚则 非法卫寺野生动物最高可罚款10万元 及监禁一年 又建议引入5000元定额罚款 目前的禁卫区范围只包括金山 城门 狮子山郊野公园 以及大部教自然护理区 在区内卫寺野生动物可罚款1万元 政府表示曾考虑只将禁卫区扩展至卫寺黑点 但考虑到未死者可能转移活动地点 执法会有困难 一名39岁的电讯公司男售货员去年11月 在Telegram群组删或没有接种疫苗或不使用安心出行的人非法集结 早前认罪 今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监禁6个月 裁判官判刑时表示 被告行为会打击政府的抗疫工作 也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被告在群组中鼓励参与者做出避免受到警方追查的举动 例如乘车时使用现金 显示被告有计划犯案 裁判官认为需要判处阻吓性刑罚 虽然活动最终无人响应 但不能构成减刑理由 新一届政府今天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会前 率领三位司长以及行政会议全体16位非官首议员会见传媒 李家超首先表示 行政会议成员在行政长官做出决策时提供意见 行政会议对帮助行政长官做决定非常重要 根据基本法 行政长官在做重要决定或者提交草案给立法会 制定附属法律等的时候 都会征询行政会议成员的意见而做出决定 对于记者提问关于公务员薪资的问题 李家超回应表示 讨论公务员的表现 首先应该对公务员的表现说一些公道话 公务员表现与政府的效率直接挂钩 而一些国际上的独立报告 例如最近的世界竞争力年报 近几年都把香港政府的效率排在第一或第二 这证明整体来说 香港公务员在运作方面 令政府的效率获得世界公认 至于为什么有时一些公务员的表现 与市民期望有落差 李家超认为必须要看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程序繁琐 或是资源不足 又或是部门之间的配合等 所以他强调团队精神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领袖 如果领导官员在有问题出现时主动介入 在统筹方向和权责方面做好一些 当公务员尽心尽力办事时 显然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房屋问题方面 李家超表示他和团队会全力以赴 但同时也很务实地知道 房屋涉及很多深层次问题 也有很多是因为程序、法律或实际情况 而需要长时间才能解决 政府会成立两个工作组 一个是针对公营房屋 这个小组是以行动为目标 会在100天内提交第一份报告 另外一个工作小组是统筹 统筹是指土地由深地变熟地 由熟地建房屋的整个流程 目前整个流程很多时候需要超过10年 有时还会更长 相信经过努力 把速度、质量和效率提升 将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通关方面 李家超承认香港作为国际都会 在疫情下正遭受到冲击 许多活动受到影响 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平衡疫情的风险 李家超表示 已经要求医务卫生局局长 密切注意有关数据 着手研究稳控疫情 减少对来港旅客的不便 目前正积极探讨 缩短入境香港后的隔离天数 另外有记者问及23条立法 李家超表示 第一 香港有限制责任 履行基本法第23条 所要求的本地立法工作 第二 香港国安法 也要求香港尽早就23条立法 政府会尽早立法 但也要考虑所定立的法律 是否真的能处理 可以估计到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 希望定立法律的时候 可以处理预期的所有问题 不希望再有任何修改 所以会以认真和谨慎的态度 做全面的法律研究 近期 不同国家都有一些新措施 保障国家安全 值得参考 尤其是某一个采用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 它所提出的某些措施很严厉 特区政府会按实际情况 针对香港实际面对的国安风险 以及目前国家在整体国际形势之下 判断香港可能面对哪些风险 从而进行完善的23条立法工作 今天是李家超就任特首后 就政府未来施政方向和市民关心的热点话题 首次公开做全面阐述 从李家超对记者问题的回应来看 充分体现了他一再主张 强调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 让市民看到了新政府注重执行结果的施政兴风 从李家超的施政重点可以看出 他具有国家发展大局的政治意识 能够准确理解习近平主席讲话的精神要旨 各界期待李家超团队以沉寂凝聚互信 把香港建设成更充满希望 更宜居 更开放的城市 让市民更深感受到 一国两制确实是个好制度 确实必须长期坚持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嘉玲 祝您事事顺心 我们明天再会